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今年的北戴河會上習去看望胡在他家待的時間最長 沒有一家超過四十分鐘的 只有在胡家待了一個多小時 而且我在直播中說過 後來還專門回來又談了一次 所以跟今天的這個事情都能對得上號了 是吧 胡是從頭到尾就是要堅持 我裸退你不能幹三屆 習為了安慰他再回來給他講一次 就是為什麼當時所有人江啊還有這老同志都四十分鐘 為什麼胡就談一個多小時 為什麼又來再談一回 就和他手裡的文件是有關係的 你看到主席臺上那個最關鍵的一件事情 就看到到底他是病了 還是去休息了 還是中途離床休息 還是從來就沒有回了讓他離開 還是被騙架還是架走 到底他身體有沒有問題 如果他爸的這些人的爸媽有病找誰也徵徵 你會找個保鏢來嗎 你會給警察打電話嗎 你當然找醫生了嘛 是不是 我說為什麼胡錦濤病了 不讓醫生把他架走 為什麼找個保鏢把他架走 對吧 胡錦濤這樣現場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醫生 共產黨是全人類全宇宙保健醫生做得最好的 為啥不來保健醫生 要中辦副主任孔紹義來幹什麼 那麼另外一個剛才從小視頻裡看到 就是這個胡走的時候 那個步子是被綁架那個走步是拐走的 而且你看他跟習慌一拉過來 幾乎胡差點拉倒 而且我昨天得到的證實 胡身邊的人證實 胡整個離開以後是哭著走的 被弄到拔搭處的時候 他整個背部腰部這個胳膊是不能動的 就是他右胳膊已經不能動了 就是給你掘了 脫環了 如果中南海的習保鏢不能把你胡錦濤一個80度歲老人控制住 不能讓你脫環 不能讓你脫臼 那還叫保鏢嗎 是吧 所以BBC這幫還有美國的所謂的要選總統這幫人問這問題 胡錦濤 中途離場是病場 可見這個世界的悲哀 共產黨的滲透 所以說今天我們的直播再次重溫這件事情 這是個影響人類命運 跟每個人息息相關的事情